另外来看国民党理委徐晓星 在爆出都根正义之后 他控诉他的住家每天遭人骚扰 而日前跟大动作提告 王四插谋刘宇特别申请5月18早上10点 到5月19号晚上10点 徐晓星家门外的陆全昨天通过了 不过徐晓星在今天回应说 合法的申请他都欢迎 但是那天他人在太平岛 他不在家 对我来说呢 这个只要是合法申请的 那我都欢迎 那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他不知羞耻 那如果他不觉得他做的事情很丢脸 我为什么要去阻拦他呢 所以他们越做越多 只会越让民众反感而已 不过呢我5月18号人在太平岛 所以那我想我们可能就没有相见的机会了 就当做没有缘分吧 我不懂为什么徐晓星会说 我们合法申请入权是不知羞耻的行为啦 一般民众路过那边都要被三四个警察盘查 那我觉得那我们想要去那边拍摄影片 合法申请入权 那让其他人又不是去看你徐晓星 是来看我四叉猫 为什么徐晓星又在那边自我臭美 说大家是要去看你的 大家明明是来看我的 来看我为什么是不知羞耻 我觉得他心态真的要好好调试一下 徐晓星受访的时候不满的反访说没有缘分 但是说要开放民众朝圣的四叉猫表示 说他当天不会动员 所以粗估整天顶多是一百人 也提醒要来的人 请勿携带气敌跟蓝牙音响之类 会影响到当地居民的东西 他说大家朝圣 打完卡就可以离开了 请勿携带气敌 请勿携带气敌